他是選擇性服務一些的市民 也是就著不同政見去侮辱 可能和他有不同政見的市民 這些言論是非常可恥的 還有一個是劉嘉恒議員 都有類似的言論應該盡快收回 並且向公眾盡快道歉 我認為都是一個公職人員失當的行為 用公帑開辦事處或者協助市民服務 現在這個情況還是多次去挑釁 去製造一些分歧令到社會更加撕裂 其實不應該是一個議員應該要做的事 我知道一個區議員或政黨是有政見立場是正常的 但是不是你有政見立場 就要挑選一些有政見立場的街坊為他提供服務呢 我們建制派議員曼氏署是不是以後 都可以去選擇性服務的街坊呢 如果他選擇性服務的話 他們基本上就是雙重標準 他們經常說政府部門有些公職 或者是一些不恰當的情況 現在就反映了他們身上 現在還沒看到 他為自己行為負責或者道歉 很多街坊都跟我們說 他們是非常不滿 這種工作的表現和態度的 他們這種風氣 可能以後會越來越囂張的 越來越受更多人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的話 我相信社會越來越撕裂 對我們任何一個香港人來說都是不好的